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15年斯坦科威奇杯洲际篮球赛 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对阵的是墨西哥队 墨西哥队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个对手 这个球队因为它很少能够从美洲锦标赛当中突围而出 所以我们极少在国际大赛当中能够见到这样的一个对手 这样的对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去适应的过程 我们来看今天中国队内线是唐晏林 然后42位上是朱远熙 后卫线上呢今天首发是罗汉春 然后另外还有高尚 还有无谦 比赛一开始朱远熙没有选择他最熟悉的这个外线高位 或者底线的位置啊这球这球是刚才是打打了一个这个就是相对在国防队当中比较熟悉成型的一套战术啊 这个唐晏林上高位去打挡拆 然后朱远熙往底角三分线外挂好球啊 我们看摩伊哥队还是有这种美洲球队的一些特点 因为速度很快然后属于能跑能跳的这种球队啊 球员的身体素质一看都不错 还是打一个挡拆乱琛给到外线啊 转席没机会 乱琛突的太深啊 这边回传球失误了 目前的回防还是非常快 还是按照常规的战术来打 在湖顶位置来打挡拆 朱远熙拉出来要位 给到高尚手里 这是高尚本场比赛第一次吃球 相对来说呢 比赛开始对方的防守的移动迅速性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中队需要可能打得更积极 移动跑位要更迅速一些 这边郭艾伦要上 可能一号位后卫线上这边感觉始终有点打不开啊 有点没有能完全组织起来 应该是要换罗汉琛这个点 那罗汉琛必须第二球伐进才能换 这样发进 郭艾伦上场 那么我们看到在教练组当中的主教练是崔岸君指导 一个极平跳投 挂完之后出手非常的果断 也非常的坚决 给到第一位 汉琛一对一的单打 汉琛进两个赛季 尤其是在国家队国奥队当中的训练和比赛 使得他的这种技术风格整体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对抗能力变得更强 内线强打的技术包括自信心也都更好 对抗能力变得更强 中西哥队防守的时候还是移动的非常快 而且也非常愿意用身体 用这种比较强的对抗性去控制对手 撇的都非常紧 你后车不跳投这球没有了 火出来接球就投 手起球路 硬生物网 这个墨西哥队球员打球比较活 也比较敢打 这是美洲球员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可能打得更简单 没那么多的复杂的这些太多的配合 出机会就投了 汉琛强打篮下 还是没有 分到对角 高尚的机会 这次陶汉琳的位置要的不错 转身打还是没有 陶汉琳的三次内线强打 都没能打进 美哥队反击速度也不错 这支球队呢 队员身体素质很好 不犀利 跑防拼都非常的不错 出现席的机会 外线最熟悉的位置 还是没能投进 今天中国队外线 一只篮都没开 美哥队防守非常拼 逼得很凶 然后呢 反击打得也很快 速度也好 能跑能跳 但是整体说 手上这个技术啊 活稍微的糙一点 24秒 到时之前 这球出手 周远希进来 抢到前场篮板补重 好球 突得非常坚强 瑞克森 瑞克森 隆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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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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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